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,桃园市中立区某国中教室昨天上午发生天花板360度旋转电扇掉落事故,幸好掉扇由电线拉住旋在半空中,虽未砸伤学生,学生却吓到不敢再做掉扇下方的座位。 市议员王浩宇今天接获投诉,认为幸好是电线不够长,否则砸伤学生后果不堪设想,他已透过市府教育局要求各校全面检测电扇安全,并检查是否不稳,摇晃有益因,期望透过严格把关维护学生安全,让家长放心。 对此,该国中今晚受访表示,早在今年夏季来临前的4月急故,清洁公司全面擦拭全校近500支电扇,每间教室平均有5支,并检查牢靠度及山液催化程度,若有老旧,噪音均立即更新。 校方解释,昨天上午砸落电闪,是去年天购,以外观而言并未老旧,之前使用也无以阴或摇晃,且掉落时基座还牢牢固定在天花板上。 校安人员对于掉落原因百思不得其解,因属意外个案,对于造成该班学生的不安。 校方除身感抱歉,也已帮忙相关学生换座位。 教育局也说,学生到校后的安全,学校则无旁贷,发生此事件后,该国中将利用日假日再次故宫检视电扇的安全性,同时提高检视密度,将由每学期一次提高至三次以为师生上课时的安全。